他曾以一篇奏章感动帝王 他曾以侍奉老人惊天动地 他像一条河流滋养着华夏 从不改变这条河流的走向 巴山属水之城市故事 孝之道上集 即将为您播出 我们与时间赛跑 我们为生命护航 长都马斯特重流医院 8789-8888 九九爱一生 九九爱中国面 九九爱 晒 晒 晒 美副宝清透隔离防晒入 隔离紫外线 隔离污染 不怕晒 晒不怕 美副宝隔离防晒系列 美副宝 新汉方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巴山属水之城市故事 说到写报告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那不过要把这个报告写得好 那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别提能够把这个报告写成是千古传颂的名作 那它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文学上的精品了 它背后所蕴含的寓意 其实更加值得我们一谈究竟 而说到能够流传千古的报告名作 其实和我们四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咱们一代文豪苏东坡就评价 说这个看初诗表不哭的人 它不忠 看陈青表不哭的人 它不笑 袁老师 其实这个初诗表和陈青表 严格意义上来说 就像现代人说的写的是报告 但是它是两篇非常有名 非常有美 也非常有思想性的报告 你刚才谈到苏东坡这个话 在过去传算很广 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四川古代文学的佳作的时候 往往更多的时候 具体是诗歌 哪一首诗写得最好 哪一首诗唱不最宽 如果从三文这个过度来讲的话 我一直认为 我们四川古代整个三文创作当中 对侯氏一向最深 穿搏最广 口碑最好的 就是你刚才说的 这个陈青表和初诗表 过去我们把它称为两表 或者双表 可以说 它是我们四川古代三文创作当中的两座高峰 初诗表大家比较熟悉 那是诸国梁要出征之前 给侯氏六三上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 看他的决心 他的部术 他的忠心是表明了他对当时的朝廷 他对贵家的一片那个忠心 那么对侯氏印象很大 另一篇就是刚才的陈青表 很多年轻朋友就不大熟悉 陈青就是表达他内心最深的最重要的 他认为不得不说的那么一种情感叫陈青 表是一个文章的题材 就是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的作者叫黎米 是西京的人 是我们四川捧山的人 因为那个时候金武帝下了一个招数 说黎米次人这么要这么好 要叫他到朝廷去当官 就是皇帝典将了 典将对 他不愿意去当官 他就给金武帝写了这么一个报告 那么为什么他不愿意当官 他说原因只有一个 他必须要侍奉他的珠穆 他的珠穆对他不但有养有之恩 而且有教导之恩 现在珠穆年龄越来越大了 生日越来越不好了 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年龄也不小了 我们现在说是中年人了 四十多岁了 对 但是西夏他珠穆觉着他这一个万倍 他必须要侍奉他的珠穆 用金顿话来讲 要把他后史全部撩离完了 他才能够放心心地到首都去主观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之好 感情很深 文笔很美 所以比后史光为传颂 那么这两标 初始标主要谈的是我传统话当中的一个中子 春清标是他能够传统话当中的一个小子 所以这两标就是我们传统话当中的中小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用很优美的文字 用一篇很漂亮的山文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流传千古 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这个中小文化的代表之作 尤其是这个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深入民间的 对 是治国大际上面都非常重要的 就是中国文化当中含量很高的一部分了 那么国人有一句话不能总结起来 叫悲善小文宣 国中三性三句好得到的 它的基础在小 你连你父母你都不孝 你还能够忠于鬼家吗 对不对 你还能够爱大众吗 不可能 而你刚才也说了 鬼家是有一个鬼家组成的 那么先有家好有鬼 就说百亿搞个家庭子好了 那么鬼家也就火山了 也就安康了 也就平安了 所以在中华传统话当中 从来重视晓得文化 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谈诸国人的厨师表 谈历米的成型表 我想仍然是我们要吸收集成发扬 我传统文化当中 只得集成发扬的这种中小文化 由于我刚才说了 厨师表了解的朋友的很多 陈秦彪很多人不知道了解 所以我们先把历米写陈秦彪的 这么一个故事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陈秦彪令 陈秦彪秦宑 逗遭敏凶 应年四岁 就朵母制 祖母刘 宁层估 公钦扶养 臣少多疾病 九岁不行 铃丁孤苦 之于成立 既无书百 忠贤兄弟 门衰作博 玩有儿息 外无欺功强劲之亲 内无印门 无耻之铜 穷穷竭力 形影相调 而刘素英 选拔人才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科举制度 所以科举科举就是开一科去死 你就可以一科一科地考 考了成绩好 把你选拔出来 把你拒上来 拒出来就叫科举 但是科举制度我们贵家全面事实是唐代以后 那么唐代以前贵家宣派人才的主要办法是什么呢 叫检聚 检就是推荐的检 就是郭迪的地方官员 郭迪的老年人 有身份的人 向上面来推荐本地的人才 比如说我们成都推荐张三历史 那么推荐它有一种名目 哪些值得推荐 比如说我们到比较熟悉的修材 这个修材不是后来科技科是个修材 而修是很优秀 就是优秀的人才 有才干的人 有才干的人 具体的还有一个叫小笛立天 小是将小刀即使把兄弟关系处理得很好 立天就努力于努力跟踪 这个该说是小提 小提立天 就是如果加一个俗心 这就该提了 对 那么一个一个科目实际对于推荐人才的要求 那么在这个时候 立米的家乡人就推荐了他 所以他各个方面都很有趣 就是举少年的时候把努力推荐上去了 我觉得当时的人事制度 我们说是现在的名词叫人事制度 选拔制度也还是有它可取的地方 对 它就是一个是要举才干 才干我们说的是专业技能 专业技能要好这是一方面 但是你光有专业技能还不行 我们还要为德视觉 就是你德性要好 人品要好 而人品怎么来看呢 你是不是笑脸 对 笑脸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笑 另一方面是连结 对 这就是今天说的 有才 还有得 德才兼备的人才 好干部 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话 回过头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去赌处 读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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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专业的机身 那么特别说 从小道这一点也讲好 因为故人就说是有笑而忍 有了小道 他这个人就比较忍爱 对吧 有了忍爱 他的基本平台就有了 或者说笑是忍爱的基础 对 那么这种人就提炮了为官 他去做官也就会做得好 那么故人还有一句话 这非常重要 叫做忠诚必处于小智之门 小智为官 他得于贵家 他的忠心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报酬 这句话很重要 我觉得忠诚必处于小智之门 那么所以古代为什么要一小智天下 它是有这么一个根据的 而从历史的考骚上来讲 我们贵家的很早很早就是在西州时期 就像我们看到比较尚书 在古代电经里面都已经在讲小 在古代儒家经典当中讲小的就更多了 就说小道文化是我们古代传统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一小智天下是古代之门的一个根本 然而古人所推崇的以孝治国这一观念 在西州以前还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据史料记载成熟于战国时期 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役的著作《尔雅中》 对于孝道文化所蕴含的主要内容 就曾这样记述到 善是父母乃孝也 这个孝道和慈爱都是父子之间的一种相复观念的一种天然的自然之情 但是在西州之前的孝 它的主要的内容是叫真情基督 为了要感谢这个祖先 或者要让祖先庇护我们这个子女 所以他就要及时祖先 后来到了这个 后来就慢慢就演变 把这种真正经主的这种观念 它然后就慢慢从生的世界到那人间社会里面来 然后就形成了一种一种小的一种人世间的道德 这种道德 这种道德应该是从西州开始了 诗至西州初年 被尊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大雅中》 却出现了记载有 《威以孔时君子有孝子》 孝子不愧 永息耳泪的诗句 而诗句中所表达的意思 即使王的臣下有孝子孝行 对于这样的孝子及其孝行 要在王朝中转向教导 加以宣扬 使人们孝法 如此一来 足以见得以孝治国这一观念 在西州初年已逐渐发展为当时的治国之本 而这一理念 在后世历朝历代更是得到了大力推广 也正因如此 西晋时期多次婉拒禁武帝征兆的礼秘 才得以留给后世这篇堪称孝道典范的陈情表 三国某年 齿瓦昭没熟 列令你类成了王国之城 那么齿瓦延成帝 成帝之后他就叫靖武帝 那么这时候呢 靖武帝他提倡以孝子天下 为了安定民心 于是呢 就征召这个李立呢 作这个太子贤嘛 那因为李立呢 他就以这个司马眼的一孝子天下 为口实 这个向武帝呢 呈了一张表 那就是著名的陈情表 这个表上呢 呃 就打着一孝子天下的这种 呃 口号啊 呃 叙述了自己啊 呃 这个祖母啊 非常辛苦 呃 生活不多 啊 那么他呢 一年老了啊 又在家里去笑 以这个为理由啊 向武帝啊 推辞了这个任命 啊 结果呢 司马眼呢 也就被感动了啊 不仅同意了他 啊 暂时不任职的这种请求 而且呢 还把他的 这个文章啊 向天下这个宣布啊 把他作为 呃这个孝道的典范啊 啊 呃 推崇 每上一个台阶 都能看见更棒的自己 超能职醉 低泡洗衣液 天然烟油生产 泡沫少 一瓢筋 很安全 超能 用一次 却知道是我想要的 逃痛 逃痛啊 老公 逃不了了 只逃痛 就用和气功阿咖分散 阿咖分散 阿咖分散 啊 只逃痛 就用和气功阿咖分散 散气之后 就是快 其实李密这位孝子 对社会的影响 不仅是在当时 就是到今天 他的影响也还在继续 对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语文课本里边 也就把这个陈琴表选入其中了 这实际上对后代的影响还是很深刻的 是啊 因为如果我们从李密这一身后出 我们不仅仅是平起眼 做他写这一个很好的报告 对 我们在关注信 那么师兄又记着 李密他的祖母去世以后 他爸妈的伤事 他妈 他也是因鬼家的召唤 他去围观 围观 也变得很好 那么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记载 他在当一个县的 就是管一个县的事情的时候 那么就有一位 算是黄金贵旗的任务 从他这个县经过 看过去的规矩 这种人不管是公私私事 只要打从你这个县经过 你就要提供车马 提供量朝 提供服务人员 就要很好很好的招待 但是李密他在当下令的时候 他就给这位皇亲贵旗写了一封信 劝他不要有这么一种绕命的行为 不要来提这样的要求 在官场就是打击 打击 要得罪上面的人 对 不仅是打击 甚至于是很大的风险 但是李密就能够这样做 就是说他眼性是同意的 他不仅是能够消他的注目 而且他也能够忠于鬼教 在当官的时候 能够为老百姓作效 用金的话来说 他就是一个清官 这是一种人格力量 对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有效而忠 有效而忍 李密他在他的注目那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因为他注目不仅是给他吃给他穿 而给他身份的教育 那么他又把他注目的一些魅力 从他的身上又把他释放出来 又把他运用到社会事务 包括他主观的事情上去 为人出事发布面面 这就是一个道德的作用 这就是一个教化的作用 用现在来说 这是文化的作用 然而是你说到这儿 我想到一句话 就是说一个民族的未来 是掌握在摇摇篮的手上的 这是说什么呢 是母亲很重要 摇摇篮的手 当然父亲也摇 但是母亲更重要 特别的姑娘是父亲的外面老公 母亲的家里面刮娃娃 实际上他指的就是家教 家教 对 家庭教育好 那就孩子成长就好 像李密的个案来讲 他就是因为祖母对他的教育很好 让他这种形成了这样一种少年的品格 最后围观的时候他才能够刚正不恶 所以我觉得祖母是做了很大贡献的还是 所以说我想继续谈一下 这个话题现在我们经常在谈 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 知道两个情况 都是我们成都的 一个是我们成都郊区有一个县 我不说名字 他们这个县的一个负责公司 他们有一年统计到他们县法王所称办的时候 名是安家 就不是姓氏安家 名是安家 他们这个县 通缉结果 这个名是安家那种将近一半 都是什么 都是家庭财产纠纷 更主要的是什么 就是子女不养老人 既姊妹 既兄弟 你推我推都推 都不管老的 老的生活不做 没得办法了 做法王解决 或者周围的村上的人看不惯了 让这些老人 他发的大官司 通过民事的条件或者判决 来解决三小老人的这么一个 他说这种事情 在他们上的民事纠纷那种将近占一半 这是一个材料 但是我听到我很痛心 二一个是一个专门搞家庭教育的专家 他告诉我 他说他多次到少管所去 了解少年犯罪情况 他说现在我们少管 他就是我们程度 少管所里面的少年犯罪 或者少年犯罪的这种 百分之七十的娃娃 不是因为他这些娃娃缺吃缺穿 而是家庭教育的确实 或者出问题 让这些娃娃首先是他们出事 首先都是在家里面出事 这个或者是被老人出售 这些娃娃 刀戒等等 下一步再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的犯罪 这个基础的基础仍然是上面没有交友好 下面不懂得小道 这两个事情给我的感触比较深 就是说今天这个社会 我们真的只得注意小道文化的事情 因为这种传统 其实我们中华文化是很长的 比如我说小子 如果把家库里面这两个字 你看就看到了 家库的小子和老子很接近 今天小子和老子也很接近 上面是一样的 其实家库里面的老子就是一个 配到昌发的一个人 所以说出到一个怪兆 家库里面就是老子 那么小子就是配到昌发的老人 下面有一个娃娃把它扶到 所以小子下面还从字 字就是小娃娃 就是说一个小娃或者是一个年轻人 富到老年 这就是小 父辞子孝 当然也是两方面 杨老师 在讲孝道文化的时候 我发现现在有些人片面理解 说孝的时候就说成你一定要对你父母好 他忘了 其实孔子在讲孝道的时候 他是父辞子孝两方面都讲了的 对 就是你父要辞 当然父是指长辈 不是说父母 长辈 长辈对晚辈他要有慈爱之心 他是双方的 你不能说绝对的服从我 我错了你都得依着我 那也不对了 那不是孝的本意 对 长辈东话还是比较全面的 又是说扶持自孝 另外就是说敌 你刚才说那个敌那个 敌 孝右敌公 敌将来是兄弟关系 孝右 胸 就是当国立很幼岸 那么敌公就对你国国一直比较成功的 对 自己双方的 都是双方的 那么我们国人还有句话 也就是说家伙玩死心 对 家来鬼之本 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家庭里面都把这些 应该有的伦理到底 都比较讲究 都做得比较好 那么我们鬼家也就好了 这就是一种 就是说从小岛开始 然后将为人出世 出社会 这些鬼家都有好处 所以孝道文化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是我们道德教育的一个根本 的确 孝道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 古往近来很多专家学者都把这个孝文化 视为是天下和谐之源 而古人善于以孝道治国 并在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行下当中处处推行孝道 那么随着社会的进步 今天我们对于孝文化又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在我们四川还有着哪些和孝有关的故事呢 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和袁老师将继续为大家讲述孝的有关故事 好感谢大家 这也感谢电视前观众朋友的收看 再见 他曾以一篇奏章感动帝王 他曾以侍奉老人惊天动地 他像一条河流滋养着华夏 从不改变这条河流的走向 巴山熟水之城市故事 孝之道下集即将为您播出